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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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反应速度以及在特定区域脑波的变化 那会记载两种这个认知弹性的指标 介入的内容呢是12周每周一次每次两小时的活动 在实验组的部分呢 他们是要每次有一个目标任务 那他们不会有这个指导说明 需要自己去观察尝试 那比如说他们怎么样在一个风管当中 去能够制作出一个让他飞得越久 越高的一个物品 那在主动控制组呢 就是control tinkering 他们则抽离掉这个自我尝试的部分 依据这个指导者的步骤 按部就班的完成作品 我们第一年呢完成了这两个这个介入的内容的开发 以及也做了一个预示的结果 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们这边是报道认知弹性的一个结果的部分 两组呢长者平均是70岁 经过训练之后呢 两组都会在这个其中一个指标 在当下的这个任务转变规则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速度是有明显的比较快的 简直两组都有在认知弹性有进步 但是呢只有在实验组 在一个围棋有这个认知变 这个这个任务转换的时候的期间 他们的变化呢 是反应速度比较快 同时在脑波上面呢 也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有效性的一个整合 那他的一个进步趋势是在控制组织没有看到的 那在长辈呢完成了这个tinkering活动之后 他们的回馈是很正向的 比如说他们发现这个活动是不同于传统的训练 他们好久没有这种心流的产生 然后也就是在他们觉得好有趣 而且也很有挑战 非常适合健康的长者去来参与 那同时他们在生活当中呢 也改变了他们的思考模式跟应变能力 让他们更有信心 那总结呢 这样的一个tinkering的活动 初步验证是可以促进长者的认知弹性功能 我们持续的进行 期待能够将这种创新的社会处方签加以推广 来促进长者的心智健康 那我们最后有注制了一个50秒12次活动的一个内容精华 那请各位可以去参阅感受我们活跃老化的一个能量 谢谢